楼上 楼下 小花猫和小黄狗是邻居 小花猫住在楼上 小黄狗住在楼下 小花猫老是往楼下扔垃圾 垃圾像下雨一样 落在了小黄狗家的院子里 有时还掉到小黄狗的身上 弄得小黄狗脏兮兮的 小黄狗实在忍不住了 就大叫起来 喂 小花猫 别再乱扔垃圾了 小花猫装作没听见 还是常常往楼下扔垃圾 啪 一大块香蕉皮又扔了下来 小黄狗没有发现 它正提着热水瓶走着 忽然 小黄狗一脚踩到了香蕉皮 摔了个大跟斗 砰 热水瓶炸碎了 滚烫的热水洒了出来 烫伤了小黄狗的腿 小黄狗受伤了 这一下小花猫知道了自己惹的祸 有点害怕 它再也不敢见小黄狗 赶紧躲藏起来 可是几天过去了 小黄狗并没有来找它算账 新年快到了 小花猫腌了一条大鱼 挂在了阳台上 准备过年的时候吃 这天小花猫把咸鱼挂出来晒 一不小心 咸鱼掉了下去 正好落在小黄狗家的院子里 小花猫想 我老是往下扔东西 害得小黄狗把腿烫伤了 这会儿 它一定不会还我的咸鱼了 算了算了 不要了 小花猫想到自己以前做过的事 不敢下楼去找小黄狗 小花猫嘴上这么说 心里啊 还是觉得挺可惜的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谁叫它自己曾经干过对不起人的事呢 过了一会儿 咚咚咚 咚咚咚 小花猫听见有人敲门 谁啊 小花猫一边问 一边去开门 咦 是小黄狗 手上啊 还提着那条咸鱼呢 小花猫很吃惊 小黄狗 小黄狗很友好 开着玩笑说 小花猫 你怎么把这么好吃的咸鱼也往下扔呢 马上就要过年了 这可是顿美餐啊 给 快换好吧 小黄狗 小黄狗说着 把咸鱼还给了小花猫 谢谢你 小黄狗 你的腿 好了吗 小花猫脸红红的 感到很不好意思 早就好了 没关系的 小黄狗一点也没有责怪小花猫 从此以后 小花猫再也不往楼下扔垃圾了 它和小黄狗成了好朋友 过年那天 小花猫还邀请了小黄狗 一起吃咸鱼呢